101填充V,全體的答對率只有四成,中間偏低 其實這題在考的並沒有很複雜,只是它就是一個新的樣貌 首先我們再看這題,我們就要先抓到這題的主角是誰呢? 主角就是說這裡有六個點,但是分別構成兩個三角形 配角我就是覺得這是一個直線L 那這個L跟這兩個三角形有什麼關係呢? 恰!交予一點 所以我們先把這樣的資訊先轉成這個圖 這是ABCEEF,L是這個線 所以線要交予一點,其實這個線不可以亂擺 其實線的擺法其實很有限 大概就只剩下這邊這一條也有機會 這個也是我們要的一個線 那還有呢,你的線不能在裡面 在裡面這樣就碰不到了 例如說這邊,這樣可能就沒有機會 這裡就會穿越藍色裡面 所以另外一個點可能在這裡面 這裡面,這裡會穿越藍色 所以另外一個可能線的方向大概就剩下這一邊 所以大概就有這三條線 那這一條的話,剛好碰到整個邊,沒機會 不過擔心的話其實還要再算一下 那他這裡現在有三條線 那他想要問什麼呢? 他想要問這裡面的所有線裡面 斜率最小 所以你就要去解讀這個字 斜率有可能是負的 負的就是怎樣? 負的就是往右下傾斜 就是斜率為負的情況 好,那接著呢 可是你要越小,那就要負越多 所以就是什麼? 往下傾斜,但是越陡越好 所以往下傾斜有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但是這個比較陡 所以這個藍線的其實就是我們想要找的 這條L 好,那這條線的斜率是怎麼看呢? 斜率就是看水平變化量分支水質變化量 所以往前走了三格 從5走到83格 那從3走到負6呢 往下下降了9格 所以這條線 MCF的斜率就是3分之負9 就是負3 所以這題的答案 如果你提議有抓到 其實不是很難 好,但是我覺得這一題 對大多數同學來說 困難的就是 這個L好像可以動來動去 但是這也是現在聯考題的特性 它不會給你一個很確定的東西 它反而會讓東西可以再動 那東西可以動裡面 它可能就是估算什麼時候最大 什麼時候最小 它有時候也不需要用到太複雜不等次 就是你就是實際的去移看一看 去感覺一下 那你知道,真正知道問題在問什麼 好,所以這個是移動 就是調整一些東西 是一個現在學測聯考的重點 另外,知道邪律也是很重要 你不是要知道邪律的公式 你要知道邪律的概念 往右下就是什麼 往右下就是邪律為負 右下越多就是邪律就是越小 這兩個觀點要把它抓到